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在我们下方当中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邮箱验证的话 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应用场景 它有什么样的应用场景 邮箱验证其实大家肯定都接触过 平常肯定都接触过 比如说它经常应用在咱们 像在一些平板上注册的一些身份进行验证 比如说激活账号等等等等 很多都会用到 注册激活 注册激活账号 然后还有像是一些 比如说我们在要修改密码的时候 忘记密码是不是 忘记密码修改密码的时候 都会用到这个邮箱验证 用到这个邮箱验证 那么了解完它的一些常用的应用场景 既然它应用非常非常广泛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在这个项目当中实现的呢 怎么用代码来实现的呢 其实它很简单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 两个邮箱之间的通信呢 它首先要基于一个 这个SMTP协议 SMTP协议 这是它必须要遵守的第一个 叫SMTP协议 有了这个SMTP协议呢 它才可以这个收发邮件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 说是要实现这个邮箱验证的话 那首先我们要有一个SMTP的服务器 SMTP的服务器 也就是说我们要使用的这个发邮箱的邮箱呢 必须要支持SMTP才可以 那在以前啊 很多很多这个邮箱都支持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QQ的邮箱 163的邮箱 126的邮箱 新浪的邮箱等等等等 很多邮箱都可以 那么到后来啊 慢慢慢慢的 很多东西上都不可以了 都不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还要支持一个东西叫做 SL 非SL 非SL协议啊 就要支撑这么一个 非SL协议 所以很多现在已经不再支持了 而且我们的现在 比如说QQ邮箱 我们去把它这个SMTP打开呢 它也不支持 也不可以发 这样呢 也有一点好处是 防止我们这个垃圾邮箱过多 比如说我们如果任何邮箱都可以的话 那肯定 这样的收发的垃圾邮箱就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那当然了 肯定是有邮箱还在支持的 是不是 要不然我们这个工作没法完成了 那么这也可能咱们就以 QQ的腾讯的企业邮箱为例 来教给大家 怎样来实现这个短信验证 你这个腾讯的企业邮箱 为例 来教给大家 其实还有其他的企业邮箱也支持 比如像这阿里的企业邮箱 它也是支持的 大家可以 在下面自己练习的时候呢 可以去自己 去找一些邮箱呢 去做一下实验 如果说可以的话可以 如果说不可以的话 那么它可能现在就不支持了 那这一刻呢 咱们先带着 大家走一遍 腾讯企业邮箱的方式 腾讯企业邮箱的方式 首先呢 登录到腾讯企业邮箱上来 ERXMIL 这是腾讯企业邮箱的官网 叫ERXMILQ.com 我们要借助它这个平台呢 去发送邮件 也就是说 它给我们提供SMTP的服务器 我们在上面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用它这个协议 把这个 有件发送出去就可以了 借助它这个第三方的平台 首先我们要注册一个账号 注册一个账号 这边有一个免费的试用 来点击 注册一个账号 这个要使用 微信的扫码注册 我来扫一下 扫一扫 好 扫完过后呢 它会让你输入一个管理员的账号 管理员的账号 账号这边有几点要求 咱们随便起个名字吧 呃 邮箱验证什么的 咱们就要做 tpmail tpmail 好吧 啊 可以啊 可以了 起个密码 密码格式错误 看有什么同时包含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的数字啊 比较麻烦是吧 来 密码阿星级别比较高 然后呢 这也填好之后 我们点击下一步 创建成功 它有后面第三步 叫添加企业域名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输入一个域名 来进行下一步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自己一个 已经备案通过的域名呢 来支持 也要有这个域名来支持 那我就 随便填一个域名啊 我自己的域名 那么大家如果说没有域名的话 需要先去注册一个域名 先去注册一个域名 填好之后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它让我们设置域名的mx记录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验证域名mx记录 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啊 为什么要进去 很多很多是吧 大家都可以进来读一读 读一读 这边我就不带着大家看了 然后呢还有视频教程 还有图文教程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我们这个域名解析的时候 添加这么两条mx记录就可以 按照它上面这个填写 主题记录不需要填 几期线录呢是默认 后面记录值按照它这个填了 还有优先级填了就可以了 我这边已经填好了 可以给大家看一眼 就这两个 mx记录 mx记录 后面这个东西呢 都是按照它官网上给我们提供的这么一个要求 来填写的 如果说填写完成之后呢 那我们就点这个完成设置 完成设置 然后它会告诉我们管理员的账号 登录的地址 请土壤办法等等一切东西 然后我们就登录到这个 腾讯企业有什么 腾讯企业有什么 先上来之后啊 我们先看一下它都有什么样的东西啊 都有什么东西 首先有个成员与群组 还有我的企业 系统日志 工具箱 增值服务 很多很多 也就是说它上面跟我们提供的一些产品 产品服务 产品服务 那咱们首先应该做什么东西呢 咱们既然要借助它这个平台 去发送邮件 那我们首先就有账号 就有账号 有个账号说 你刚才创建这个账号不就是吗 我刚才创建的这个账号呢 是登录我们腾讯企业有的账号 那我们接下来要收发邮件的话 我们要接下来再创建一个 就是成员与群组这个地方 去创建我们下面的成员 然后用这个成员的账号呢 去发送这个邮件 去发送这个邮件 这边有个我的企业 我的企业说白就是一些信息的设置 我们当天是试用版 试用版不花钱的 然后下面有什么域名管理 企业地址这些都可以填 不填也可以 这个域名管理就是我刚才填这个域名 一定要是带对号这种状态 它才可以使用 一个域名 只能绑定一个腾讯企业油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 一个域名 两个这个腾讯企业油 找号来使用 这样是有冲突的啊 有冲突的话 它会提示你的 如果说你这个域名呢 不想要了 你想换 你就点这个注销 或者添加另外一个域名 都可以啊 都可以 那么这是它这个东西 那接下来 咱们了解完这些之后呢 就要看我们这个 企业这个地方 要添加成员 添加成员 添加成员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添加一个 我们到时候需要用它去 给这个用户 发送激活邮件 用这个账号 所以我们先要新增一个成员啊 新增一个成员 很简单的方式 新增一个成员 起个姓名 叫什么呢 叫tb 好吧 然后 性别男 植物 随便填一填 123嘛 手机123 这些填不填都可以 请输入正确的 还必须 输入正确的 1231234 1234 然后接下来 我们需要输入一个账号 看到他账号啊 后面有这个 我们刚才添加那个域名 是不是 也就是说我们添加那个域名了 就是他 后面这个 爱他为罪 啊 就是我们 刚才添加那个域名 我们只需要在前面给他起个账号的名字就可以了 起个什么名字呢 比如说就叫这个 sandmail吧 send sandmail 好吧 啊 可以是吧 密码也是同时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和数字 这两个都要同时包含 我们来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 跟我们登录名字一样吧 然后他下面注意啊 注意这个小字 比较小的这个 首次登录修改数字密码 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说你把它打了对高 那你创建一个成员之后呢 你需要 重新登录一下 使用你刚才创建这个账号 重新登录一下去修改他的密码 啊那如果你不勾的话 啊那如果你不勾的话 那就不需要去重新去修改密码 比如说如果说你勾了他 你一会儿必须要 把这个账号 把这个账号重新登录 修改密码之后才可以使用 要不然的话是不可以使用的啊 要记住这一点 要记住这一点 最初我们使用刚才那个账号来登录 叫什么 3的mail是吧 at这个 企业邮件完整账号 或管理员的账号 密码 登录 登录上来之后呢 开始我刚才说的呢 因为我们刚才打了对口 那需要修改一下他的处置密码 才可以啊 才可以登录上来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给用户创建完 给你的成员啊 创建完账号之后 然后呢需要让他自己去登录上来修改一下自己的个人密码 比如说我们在 公司当中用一些 企业邮箱的时候 都会 由这个人事的同事来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账号 然后我们登录上去之后呢 修改自己的处置密码 都是这样一个流程 点击确定 修改成功之后 来 登录上来 密码不对呢 好 上来之后呢 他的这个样子就变了 跟我们刚才使用管理员登录上来的那个邮箱 因为不一样 不一样 当然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我们腾讯企业邮的管理员 只是我们 腾讯企业邮当中 我们公司也就说白了 我们现在建的这一个账户其中的一个成员而已 也就是他登录上来了之后 也是一个 呃 邮箱的界面 那如果说他是管理员的话 那他这个换服和安全设置之间呢 会有一个管理中心 啊 你再点击进去呢 就是我们刚才 登录的那个 企业邮箱的界面 啊 exmail 登录 我们刚才的账号叫什么 tpmail吧 然后 啊 登录的时候还要扫一下啊 来扫一下 走你 在手机上确认登录 你看我们管理员登录上来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这个呃 成员呢登录上来就这样的 那能不能把这个成员添加为管理员呢 也是可以的啊 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点一我的企业 有一个分级管理员 啊 可以添加分级管理员 给他相应的权限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成员抓紧好之后啊 就可以使用这个成员账号 啊来进行这个 发送邮件的 发送邮件的 那我们该怎么来具体的使用呢 首先咱们要有这么一个 呃 一串代码 一串代码来整什么东西呢 给我们整合这些信息啊 要说白了就是一个封装的类 一个封装的类 那这个呢 咱们不带着大家自己写啊 直接上网找就能 可以找到 直接在这边 网上直接搜的话 搜这个 比如说 P2P 发送 邮件类 这样一搜的话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类 都可以啊 咱们随便找一个 像这个的话 看看他行不行 发件人收件人超送主题 也是对我们做一些整合啊 当然我们自己写也可以只不过是比较费时间 那我们直接 拿他们这个来用一下就可以了 啊 这个代码还挺长的 几百行是吧 我们看最后 最后呢 他就是来这么来调用的 啊 就是这么来调用 send server 服务器设置 然后呢 谁发的 谁收 抄送 这些都抄送 然后最后呢 我们信息发送的内容是什么东西 最后再调用这个 发送的这个方法 就可以 那这一刻呢 咱们先给 大家介绍 咱们腾讯企业油啊 一些基本的使用 其实也是很方便 很简单 大家上来的一看 也就大概都 知道差不多了 那咱们这一刻呢 先上到这里 下一刻 咱们带着大家用咱们刚刚创建好的这么一个账号 去实现这个 简单的 邮件发送 并把它 放到我们这个TP的 项目当中 这一刻先上到这 另一刻 噙 秦